大家好,今天有時間去了看樂公園 限了一陣 每次經過這個學校門口都很有期望 今天就見到這個軟花草 它都是Lantern類的植物 見到在窗上爬了出來 有兩朵小花,白色的風車座 在這個公園門口就有這個醉蝶花 其實是有幾種不同的顏色 有些是紫色、白色和粉紅色 但也不是最佳狀態 可能跟最近的新界冷風有關 在新界粉嶺的膠岸是七八度左右 看到這花圃還種了這個獸球花 當然還未成熟 還未轉色 可能要等多一兩個星期 反而今天公園的花就不多了 看到一種比較特別的 這隻叫做柳豆菜 獅子草 聖母的手套 或者是血見獸 聽到它的名字也很特別 我只看到它的名字 原來可以切碎 然後煮到濃成膏狀 就可以吃得了 看見它的名字也很特別 我只看到它的名字 它的味道就比較苦 性質也很平和 微苦 主子原來就是條經止血 簡直是苦類之有 難貴叫血見獸 另外還可以治療 風濕或者關節炎 一類 鋼鐵打藥都可以 就算你不太會欣賞 其實小蜜蜂都很懂得欣賞 看到那些小蜜蜂就在採蜜 因為其實經過這個冬天 就算香港說不是那麼冷 其實都不是很多花 他們賺食都破為艱難 就算今天陰天 他們都去公園採花 那其實我原本呢 就想著去這個康樂公園 看這個 桃花 誰知道桃也有了 但是花呢 只有一朵 就在這一朵 那我拍的時候呢 剛好有隻雙屍鳥 就想著釋花 可能被我驚嚇了 令牠離開了 變了 狐花是者 不知不覺 撈了牠一陣 然後就 看到旁邊那個 應該都是桃花 都沒有東西開的 或者開了給那些雀鳥吃了 都不出奇的 那天氣凍的影響都頗大 可能這個冷風 就算平常見到很漂亮的 這個藍蝴蝶 其實很多邊位都凍傷了 那兩朵已經是好一點 那公園的小擺設 那下午就4點多去到的 就算蠟到鑽 其實軟體都很漂亮的 但是近看的邊位都明顯是 凍傷了 有點膚膚的 那些邊位 唯一沒有什麼影響 可能是這些大麗花 在實際洗手間的 那還有一些菊花 那可能就影響少一點 因為菊花都內涵一點的 那還有這個海棠 那 可能過多一個月 一個月左右 就應該多點化了 那 新年期間 那今天分享到這裡 拜拜